謝謝馬尾朋友 大家好 我們在過晚之前 我們又去看看有什麼好地方可以去 現在大家看到這條街 就是列斯的City Center 剛才我們也看到有一間日本的食品 也有一間港式的茶餐廳 但這兩個都不是我今天的目標 我今天帶大家去 嘗試其他東西 終於看到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Marian Center 這就是位於列斯市中心 好 我們再一路向前走 這個商場 其實這間店鋪就在這間商場外面 Obar Kitchen & Bar 大家可以看到 鰻魚飯 石磨飯 炒火粉 牛肉飯 是不是很吸引呢 好 今天帶大家看著這麼多 好 歡迎大家回來 堅仔實戰教訓 我是Shane 好了 大家玩完泥沙之後 今次我們就回到草地 沙田 B跑道 有11場的賽事 其中這一天的賽事 都有兩場group 3的賽事 一場是1200米 一場是1600米 起碼都不弱 還有很多三四班的馬都出的 其實呢 在這一天的賽事裡面 其實我想應該是接下來打下去的日子 賽事時間 不是剩下那麼多 其實有表現的馬 大家其實不妨留意 因為呢 在這些馬裡面 其實可能下季 大家是一個寶藏 來的 那另外呢 如果是一些 級制賽事的 頭馬 或者是有表現的馬 更加是有機會 下季在大賽 幫香港隊揚威 這樣呢 今次呢 跟之前一樣 都是介紹兩匹馬 給大家 那第一隻要介紹的呢 就是七場 七場五號的搖搖領先 那這隻馬呢 上次是初出的 那呢 但是呢 他的情況呢 就是大家可以留意 馬尾評語就是 出閘慢 那 守在中間偏後的位置 但是他就很幸運 移到入外難 那最後300米呢 就向外移 而衝勁 衝刺很強勁的 那我們留意回 其實66一場次有什麼特色呢 大家首先 我們看看同日的賽事 我們看回這一場的賽事 頭兩段時間 完成是46秒400 那其實看回前一場 其實他是46秒67 那其實就是說 這場馬呢 就比較相對快的 步速 頭兩段 那我們再看其他賽事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第七場 二班1600 其實頭三段的步速 都是比較偏慢 第八場 1400也一樣 第九場 1400也一樣 第十場 不要說了 近慢 慢了 成秒的 頭兩段 1200 那其實就是說 在這一場賽事 661這一場 四班1200 其實就是說 相對是快步速的賽事 那就是說 喂!阿Shane 其實就是說 遙遙領先 是 很有這個 優勢之下 去衝 那其實就是 他 是有了優勢才可以 做到這些時間 對了 但是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以一隻後上馬來講 他能夠做到 44秒4 其實這些的時間呢 也都不會是很差的 那 44秒4 就是後上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 不弱 而且還是一個很實正的賽事 那最重要的一點 其實馬房 現在 也是 真標組裡面的 入籍路賽事 正直是大家 馬房中兵之際 這一類 這麼有 質素 而有表熱的馬 必定搏的 希望可以 遙遙領先 拋離對方 對手 馬房 那鬥志 和真性的心 大家都不用懷疑 所以這隻馬 是絕對值得 我們去投注他的 好了 另一隻我想說的馬 就是 第11場 9號馬 加州得力 這隻馬 其實 在之前 五六三場次裡面 其實已經 顯示過他 強勁的末段 那 當時輸給 陸續封收 他 當時 最尾的兩段 其實是做到 44秒 59 追到一隻第二 也是一樣 他是在相對較後的位置 追上來的 這樣 我們大家 就可以留意回 去到上一場 那 那 就是剛才說的 同日 這個賽事裡面 都是偏慢 補促的日子 來的 特別是去到 第10場 這個3番1200 他們 頭兩段 其實是慢了 成秒的 所以說 這一場的後追 更加難追 這隻馬 另一樣 最大的問題 在當日 其實發生了什麼 他出閘的時候 其實是不夠快的 其實是真的 在中後位置 其實不如我們一齊看 一路看著這條片 一路說 隨著這部 錄檔 一起步的時候 黃三 紅袖 黃武 有一顆星星的 就是這個加州得力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他不夠快的 所以 其實 原來被迫著 留了 現在在 尾四的位置 黃三 九號馬 很容易認的 而剛才都說過 前面 放的馬 也是相對偏慢 其實這場馬 對他來說 他沿途 就被迫著走 第二、三碟 幸好是 他有馬遮住 有馬遮擋 如果不是 其實他這場 也很難搞 再說 剛才也提過 其實這馬 末段很強 其實上次做出 21秒99 比起 五、六、三那場 他自己跑的時間 更加厲害 那現在看看 他在外面 數過去第四隻 現在有位 他開始衝了 其實騎士一比下去 這馬是有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一直打邊 一路這馬是上的 其實去到8五位 都已經追上來了 那所以呢 其實呢 這一隻 這一直的第三 其實真的要值得尊重 因為頭兩名馬 都是來放頭的馬 那 我們這隻馬 其實上一場 真的在 在虧了 報速 形勢 的情況下 輸 而把防 為什麼這次 不報三班 的 繼續去報三班的 1200 而走去報 1400呢 那其實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血統 其實他是什麼 Deepfield 其實最佳路程 都是1200至1400 那其實我相信 高東尼都很清楚 所以這隻馬 就不再報1200 就直接跳上1400 那一定是 不會是無的放肆的 那是有一定的把握 所以這隻馬 都是我們這次的真正分子來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今期介紹給大家的二川三WinPay 就是 第七場 五號馬的搖搖領先 和第十一場 九號馬 加州得利 好了 這次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